KSG又又又被让二追三 粉丝破防官博联盟道歉 其实KSG这场比赛是很有机会拿下的 开局2比0打了GK一个措手不及 孟岚成为了GK的突破口 一举的西施已经九战八胜 在张飞和蒙田的脸上 西施两波调到孟岚的加罗 为KSG奠定了胜局 击飞起来两个人 阿对说他就先行倒下 但蓬蓬也倒了 小九只在追着打 是的点掉了阿改 再用一技能扫一下摆兽 但清风用二技能扔到小九 对GK谁都可以吃这个勾 唯独是孟岚不能吃到这个勾 是下路1比1 再来 看他最后一下AA掉换位能走吗 轴路又拉到了 是的孟岚又到了 马克波罗天天转给他 到回头再来一下 0换3 二塔也可以破了 是的 到了赛点局 他们就不会玩了 打得太过于放松 第四局还整活了一把貂蝉 也区却守不住 直接被GK正方形打野 清风的周瑜也是把貂蝉打爆了 婉星拿到了暴君 他马超的位置 嗯 这波压中周瑜不火 一个风直接吹死一曲 蓬蓬拿到一血 一曲没有弱化的 是的 导箭战神 球球击飞两个 哇 这波直接烫死了婉星的本体 张飞在一吼 是的 这波貂蝉也倒 弱化开了也没有用 嗯 第五把更加离谱 前期拿到巨大优势 几乎到手的胜利 却莫名其妙一波猝死 被GK破三高绝境翻盘 转折点就是这波压水晶 百兽把小九的鲁斑顶回去击杀 超级龙要先清掉 是的 婉星在旁边盯着百兽 百兽这波直接冲过去 进野开大招 小九给了个链子 冠军的踩一脚 闪现躲开 回头一刀直接劈回去 两个 对小九有复活 站起来迎阵 直接贴脸扫射 这波团双方虽然打成了二环二 但是打野蓬蓬没有阵亡 GK站着自己有成绩的优势 强行拼下了风暴龙王 最后一波摆受在冰露一打二流人 KSG双C在支援的路上 直接被开了 GK打成了一波零换三 鲁斑那是给留下来的 关于这波大招已经结束了 领冲也已经开完 已经直接开大招 牛猫大招拍起了 一个鲁斑机号 鲁斑机号回头凡手 那这波进来了 这边就给带走 一局一个外界 装上阵亡 佛山第二季GK带着风暴龙王 被迫三高 他们要翻盘了吗 这就是六点之后 就这波猝死让GK完成了大翻盘 KSG粉丝看了肯定难受 他们在第三轮S组已经四连败了 其中两把都是被让二追三 现在已经确定掉入了败者组 如果不改掉这个松懈的毛病 在季后赛恐怕很难再有作为 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怎么看